接着带你来看到中华咸级书法学会 借由书艺来宣扬客家情根与读的精神 在吉安乡浩克艺术村来办理 耕毒和墨乡共享客家文化之美会员连展 共汇集了63人132件的墨宝 而乡长游书珍也赞扬会员们 以书法艺术为媒介来宣扬客家情根与读的精神 让更多的乡亲们与游客 从中感受到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 中华咸级书法学会借由书艺宣扬客家情根与读精神 在吉安浩克艺术村举办 根读和墨乡共享客家文化之美会员连展 共汇集了63人有132件墨宝 我们这次展览的主要内容是 客家文化的咸文跟主要的艳语 那这个我们想客家文化有很优良的传统 那我们把这些好的文字跟好的句子在这个展场里面展现出来 跟花蓮县在地的文化可以互相结合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传书 历书 草书 行书 凯书的各种书体的艺术表现 然后配合这个文字的内容 然后一起发挥出来 然后跟在地的文化结合 希望能够促进地方的祥和 净化人心 那推广我们中华文化 乡长游书贞赞扬会员们以书法艺术为媒介 宣扬客家情根语读精神 让更多的民众可以从中感受到客家文化独特魅力 根读汉墨乡在吉安乡浩克乙书村十号馆展出 有六十余位的大师展出了一百三十二幅精彩的作品 精彩预期可见 大家不要错过 展期至九月二十六号指 希望大家带来全国各县市的艺术家 来到了浩克艺术村 展出精彩的全国的特展 也希望所有吉安乡花脸县的好朋友们 别错过了简想浩克艺术村 展对大家一起来 共赏最优质的书画特展 这次展出作品涵盖楷、行、草、栗、传书等多种书体 风格特殊精彩呈现 展期只有到九月二十六号 欢迎乡亲把握机会前往吉安浩克艺术村参观欣赏 借旅会欢迎视报道